自動駕駛技術歷經十多年開發 已經燒掉投資者數十億美元資金 但上路的安全性仍然頗受質疑 最近美國聯邦安全監管機構 正在調查多起與特斯拉 自動駕駛功能有關的交通事故 而其他自動駕駛新創公司也發現 在科技還不完美的情況下 人類駕駛員或安全操作員 在旁待命的必要性 自動駕駛中的汽車 雖然方向盤後方沒有司機 但乘客座位上還是佔有一名安全操作員 以便在任何狀況下隨時停止車輛運行 有的自動駕駛公司是在遠端的營運中心 有穿著螢光背心的工作人員隨時待命 必要時趕到現場提供協助 也有機器人計程車公司 是直接採取人為遠端操控車輛運行 開發自動駕駛技術已有十多年的WAMO 2018年在鳳凰城 推出世界上第一輛商用機器人計程車 他們仍然選擇保留人類參與的功能 共有四個團隊負責遠端監控和協助車隊運作 團隊職責包括回答乘客提出的問題 以及在道路封閉等棘手情況下 從遠端提供第二雙眼睛的功能 並且提供道路救援服務 協助處理與應付碰撞和其他事故 一位WAMO駕駛在YouTube上 發布大約70段他個人駕駛WAMO汽車的影像記錄 其中一次需要工作人員 前來現場救援的經歷 是因為當時車輛被建築工地上的三角錐混油 而停在路上 但其他的行駛經驗都還算順利 WAMO計畫在舊金山擴大商業自動駕駛汽車業務 一開始車上就會承載一位車輛操作員 他們依靠大量車輛操作員 在密集複雜的城市環境中行駛來加強測試 一位參加舊金山測試的前WAMO操作員表示 他每天都不得不干預行駛30次 例如當汽車在紅燈前與前方車輛過於靠近 就必須緊急煞車 通用汽車公司支持的Cruise 於去年10月的夜間 開始在舊金山市營業5輛無人駕駛汽車 每輛車的前排乘客座位上 也都坐有操作員 可以在行駛過程中干預車輛 Cruise認為 讓人參與自駕車的測試 是一種安全開發的手段 原本應該全面由軟體驅動的自動駕駛汽車 在視線盲點、池子路口和狹窄的駕駛環境 還無法坐到安全上路前 一些自動駕駛公司開始接受 人類操作者存在的必要性 並縮小他們在技術上的野心 以便可以在不久的將來 可以開始上路駕駛 帶來渴望已久的收入 經理機關也支持 讓人參與自動駕駛汽車的行駛 加州機動車輛管理局表示 加州法律主張建立雙向溝通的連結 允許製造商能夠持續監控 無人駕駛車輛的位置和狀態